我的頭髮今天上午去弄的 剪短了 然後染了個顏色 因為我的髮梢太乾了 所以要把它剪短了 就這樣子 我現在是在房車裡面 今天下雨了 下了好大的雨 一直都在下 所以我今天把床上用品拿過來了 現在鋪上 這個床很大 1米8的被子 這兩邊都還沒靠到邊上 我想量一下這個到底有多寬敞 我拿了一個捲尺爬上去量 太長了 這是它的寬 看一下它的寬 看到沒有 差一點就是兩米了 到這裡 199 寬 無虛假 看這床的長 長是已經超出了兩米了 2米03 看好長 我這個是1米8的 所以說這邊靠不攏 那邊也是 很多網友關心這個高度 我這樣做起來 能頂著上面 所以我要量一下它的實際高度 拿這個捲尺量一下 這樣折的 看一下 84 不到1米 如果再高一點就好了 因為我本來腰部長 如果遇到人高的話 那就更坐不直了 我現在把枕頭拿上來 先拿著枕頭 你看我這被子鋪上去 2米的 還是沒有靠得很濃 還是沒有靠到這個牆 太寬敞了 躺上來很爽的 這樣睡在上面太寬敞了 跟家裡一樣 不過我一個人睡的話 就是從這個位置爬到那裡 感覺挺遠的 所以我打算睡到這頭 我把枕頭拿到這裡來試一下 換兩個位置 這樣的話直接上床就能睡到 我把枕頭換了一個方向 這樣就可以鋪滿了 這樣是2米 這樣睡覺就舒服多了 直接一爬上來 就直接躺這裡睡 然後可以把枕頭放這裡 然後兩個枕頭這樣重起來 就可以看電視了 就這樣躺在這裡 然後這邊可以放箱子 放衣服 放很多東西 這邊還有好寬的距離 可以放東西 太舒服了 太大了 我這樣睡覺是不是很爽 這邊空氣 就直接呼吸清新的空氣 然後對面也是空氣對流 然後還有個好處 就是我在這裡可以一邊充電 一邊玩手機 它這個插口是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兩個USB接口 還有插頭 三角的兩角的都有 然後現在直接手機充上電了 然後還有這個燈 一觸摸就亮了 晚上 晚上休息的時候 就這樣直接熄燈 這個挺好的 這樣就挺好的 然後看電視 躺床上 然後這個位置躺的就很舒服 躺床上就可以看電視 那個電視設置在那個位置也挺好的 至少這樣看電視不累 兩個人的話睡那邊就更寬了 就是兩米的寬 長寬都兩米 我是一個人 我就這樣睡一米八 然後這個位置 但是明天我再拿東西 因為今天雨一直在下 你看 因為外面雨停在下雨 下雨很麻煩 這空氣太好了 我躺在床上 這個頭髮就在飛 微風吹著 外面停到風景優美的地方 然後就可以看外面 正好 靜寐 外面下著大雨 這樣躺床上就不怕缺電了 挺好的 然後這個也挺方便 這個燈 直接晚上累了 就這樣 把門子一關 睡覺了 晚安 睡了 我要睡了 真棒 直接一下就可以下床了 真好 待會去吃火鍋 我現在把窗關了 肥肉都冒出來了 這個房子的好 就是這個床 跟下面是分開的 挺好的 把這個關上 你看這邊是辦公 那邊是床 馬上去吃火鍋了 看看 最後再給大家看看我的大床 哇 這床被我弄亂了 明天我把那個位置塞滿東西就出發 我馬上要出去吃火鍋了 因為明天就出發了 所以今天朋友要請我去吃火鍋 我現在把那些燈都關了 你看 我看 現在把燈都關了 拜拜 拜拜